其實年紀是蠻小的啊 可是我覺得 這就是一個 比較有活力的一個青春喜劇片 然後有一些魔法 然後有一些 我覺得它綜合了很多 有青春然後有一些緊張的魔法的一些場面在裡面 所以我覺得是蠻好玩的一部電影 然後最重要就是 我很希望可以跟葉維新導演一起合作 那我覺得 跟他一起合作其實自己也學了很多 然後也很開心 為什麼會期待跟葉維新的合作? 因為之前看了很多他的作品都很喜歡啊 像葉問啊 然後我之前 有跟曾子彈大哥一起合作嘛 對然後子彈大哥他就跟我說 他之前有跟葉維新導演合拍很多戲 然後他就說假如有機會的話 他說 嗯 一定要跟葉維新導演一起合作 對 然後果然我自己很開心 對 其實會不會期待是跟葉維新導演合作的一些重作片之類的? 當然也會 對 當然也會 對啊 因為我覺得一個好的導演他怎麼去掌 展示他的作品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對 所以 嗯 希望以後還有機會可以跟他合作啊 對 所以知道這部電影是一個講魔法電影的什麼提牌之下嗎? 嗯 我覺得這個題材其實是非常新鮮的 在華語片裡面 因為 在好萊塢很多人都在拍 然後都很火 對 那 在 華語片裡面 都 沒什麼人在拍 對 所以那時候 黃百明老闆他說他想拍這樣子的一個新的題材 我自己覺得說對我來講也是一個新的體驗 對 所以 嗯 蠻興奮的 對 但是會不會覺得說魔法電影中場人太虛幻了 要怎麼去演 怎麼去演 這種東西就要靠想像力囉 對 因為 嗯 導演會跟我們說清楚 他要的是什麼 那在這場戲我們會有什麼樣的魔法在啊 什麼的 對 所以 當你 清楚這場戲 對 你用自己的想法 去幻想 對啊 嗯 那金正恩表演的時候很多是在日幕前去表演的嗎? 蠻多的 對 是不是一個很新的體驗 是一個很新的體驗 然後也很 期待 因為你在現場你看不到很多東西 那你很期待就是他出來的作品到底是怎麼樣的 那些魔法啊 什麼的 那些爆破啊 什麼的 是怎麼 怎麼呈現出來的 對 所以 因為他沒有那些魔法和魔法 對 會不會有一點尷尬的感覺 啊 不會啊 就是你想像有啊 在你的想像力是有的 對 對 所以你不會覺得有一點尷尬 對 對 對啊 嗯 嗯 那你覺得他 魔法 和他 原來的動作是打氣 有什麼不一樣的 嗯 哦 不一樣 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對 因為魔法他其實很多東西靠想像力 那武打就是 你的 武術的那一種 武打的那一種基礎 其實要練得很熟悉 然後反應要很快 然後 啊 你對你的兵器武器 這種東西 你都要很熟悉 怎麼去 應用他 是不一樣的 對 所以演魔法演起來 沒有那麼辛苦 啊 當然是沒有拍武打片辛苦的 武打片真的是蠻辛苦的 對 那哪個好玩一點 對我來講 我覺得 不一樣欸 對 我覺得魔法是一種 呃 比較 夢幻 比較 比較 不真實的一個東西 那武打是一個 很真實的 對 你自己是魔法迷嗎 呃 魔法迷當然你 都會有時候會有一種 因為我 我家裡在文來嘛 那我都一直在外面工作 都很少有 時間回到家裡 所以你都會有一種 假如我有那一種 瞬間 魚動的魔法有多好 我可以 隨時回 回家看家人 然後隨時來工作 不用浪費時間 對 都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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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會有這種 比如說 Superman 對 很喜歡看Superman 對 對 嗯 對 我都蠻喜歡看啊 然後最近還沒拍這部戲的時候 也有看一部叫 I'm No.4 也是一個魔法的一個電影 對 我覺得是蠻酷的 對 然後尤其是年輕人 年輕的時候你都很想要有這種 超能力 對 其實一般就是對魔法很喜歡 或者魔法 你都有一個同性的人 嗯 嗯嗯嗯 有一個同性的 就是 有同性 就是 沒有真正長大 哦 我覺得每一個人 不管你年紀多大 你還是會有一些同性在吧 對啊 因為這種東西是 陪著你長大的 你曾經也是一個 年輕的人 所以 可能你到了三四十歲 你都會想說 欸我 二十歲的時候應該做什麼 十幾歲的時候 沒做到什麼 對 都會想回以前的生活 對 然後就是 我們知道有黃百明老闆在的戲裡面 都會有喜劇的橋段 對 開心魔法也有 也有 對 開心魔法也有喜劇 對 所以它 是一個蠻好玩的一部戲 然後常常跟 黃百明老闆 就是有對戲的時候 看到它你就會覺得說 欸 就想到以前的開心鬼 對 就覺得很好玩很好笑 對 而且 在我印象中好像沒有 沒有過太喜劇的演出 沒有 對 呃 可以算在電影裡面 這是第一個吧 對 比較 比較多好玩的一些東西 對 覺得自己喜感怎麼樣 呃 我覺得 還蠻OK的啦 對啊對啊 我覺得 呃 這種東西都是 一種感覺 對 你對這個 角色的 認識跟整個劇本 想要表達的一些意識在 假如劇本寫的好玩的 你都可以 把這些好玩的東西 表達出來 對啊 黃老闆會不會在現場跟你 像你教授或傳授一些喜劇表演的技巧 我都會問他 對 我覺得有機會 可以跟他一起演出 可以有機會跟他從身上學到東西 我都 不要浪費了 對 所以我都會問他一些 就是拍戲的一次過程 對 然後 從他身上希望可以學到一些東西 對 所以你能夠給你舉個例子嗎 比如說學到了什麼 比如說我之前會問他一些 他拍開心鬼的時候 他跟我說他之前是 寫劇本的 他不是一個演員 對 然後 他怎麼從一個寫劇本的 變成一個演員 然後又演得這麼好 對 這種東西都是 呃 我覺得演員就是要有那一種 幻想 對 你要常常 去幻想東西 去觀察東西 對 然後我們還是要 這個戲裡面還有另外一個 帥哥 就是天樂 嗯 你們兩個今天有對手戲嗎 有對手戲啊 對啊 然後我覺得 因為之前都很喜歡看他的電影嘛 對 然後這一次可以一起演戲 其實 心裡面有一點興奮 一點點緊張 對對 可是我覺得他人很nice 對 緊張是為什麼 緊張當然是因為他是一個前輩 然後之前都一直 看他的電影 看這麼多部了他的電影 對 所以 稍微都會有一些些 壓力吧 我覺得 對 嗯 其實大家提起古香樂是哇帥 嗯 嗯 那會不會就是有一點 比較的感情 不會啦 不會有 不會有什麼比較的感覺啦 對啊 因為大家都是 我覺得 常常人家會說 欸你拍戲 你會不會跟另外一個主角 有一些競爭比較的東西在 那我覺得 假如你在拍戲的時候 你會想到這種 我要演得比你好還是什麼的 那你就沒辦法投入這個角色了 對啊 我覺得大家都是 想自己的角色 把自己的角色演好 我覺得 這是最重要的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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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其實我有問他一些他 他 那時候的狀況在拍什麼戲啊 然後他就說 哦 他 嘎了幾部戲啊 然後我說他怎麼應付得來啊 然後 因為我們拍這一部戲 他劇本沒有完整 然後我就問他 他就會跟我說 哦 常常會這樣子啊 然後他說他有時候拍 杜琦峰的戲 也沒有什麼劇本 所以這種東西就是要靠你的 呃 感覺去演這一場戲 然後導演很重要 他都會跟我分享一些他的經驗 然後 我們都會聊一些 因為他也有健身嘛 聊一些健身的東西啊 然後 他 因為我 我看他以前是比較白的 然後現在都曬得很黑 那我自己本身也喜歡自己的膚色比較健康一點 都會問他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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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對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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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很長時間啊 對啊 所以 有很多回憶啊 因為他們有很多那一種 因為女主角是比較年輕的嘛 那我們全部其他人都是年紀比較大的 所以我們會去學校那邊 拍一些 一些戲 所以在學校的時候看到一些那種 比較年輕的 十七八歲的小女孩 你都會想到之前 嘖 讀書的那一種 生活 對 其實蠻好玩 蠻 蠻想回到過去的 因為那種生活是沒有什麼壓力 跟現在完全不一樣 對 對 現在生活還是壓力很大 當然啊 對啊 因為現在你對工作有要求 你 成 想法比較成熟 就會有一種 嘖 不一樣的壓力 不像之前讀書的時候那一種 對 所以你看到千宇的時候 我也有什麼感覺 覺得她的年紀真好 會有什麼壓力 所以 對我覺得她這種年紀真的是很好 所以我就很想說 欸 假如自己有什麼東西可以 就是 給她的 幫助她的 她會成長得更快 因為我們有時候 剛入行的時候 什麼都不會的時候 你最希望就是 可以有人 趕快給你一些 有用的 一些想法 對 這種是 很珍貴的 對 比如說拍戲的時候 要可能 一些那種小 小 小 tips 對 那種東西 因為你沒辦法 因為我自己說實在的經驗不是很多 我只能給她一些那種 我覺得是有用的東西 對 比如說多觀察一些 戲跟她的角色有關 比如說 有些 鏡頭啊 怎麼 怎麼去瞭解鏡頭啊 這種東西 對 所以你覺得她覺得很快嗎 她覺得很快啊 然後最重要是她 不緊張 她很穩 對 然後 你看她才17歲 假如我是17歲的話 要 像她這樣子 我可能都在那邊發抖 對 她就是 其實是蠻 可以 可以算是 可能是天生藝人吧 對 對 看好她 我覺得她的未來是 很好的 對 她在17歲 你這樣子再多三四年 你這樣子拍下去的話 你一定會越來越好 對 所以看到她17歲之後 會想到自己的年輕嗎 嗯 會啊 當然啊 因為你會覺得說 哇 我 第一次跟這麼年輕的女主角演戲 對 所以你都會想說 自己也不年輕了 可是 我覺得很好啊 男生三十幾歲是一個 很好的年紀 黃金的年紀 對對對 才開始了 對 對 然後 現在的燈道美 聊到說 楊家醬 嗯 差不多一個月的時間 對對對 現在就是 在你 楊家醬感受的以前 才跟你們的感受 怎麼樣 呃 其實是不一樣的東西 因為楊家醬 它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那我自己本身很喜歡這個故事 我覺得 楊家醬 它真的是 華人的驕傲 他們的那一種 呃 父子的關係 他們的那種孝順 我覺得 哇 很 很偉大 對 那我拍這一部戲的時候呢 跟之前的打戲也不一樣 因為這個很多是在馬 對 所以 呃 拍了這一部戲 我也真正的學會了 騎馬 現在騎馬真的是 還算騎得不錯 對 還可以在馬上打 什麼的 對 是一種成就感喔 另外一種成就感 對 所以覺得現在 你是在做演員 越做越好 那種感覺 也沒有說越做越好 可是 我覺得 一個演員最重要是 他的經驗要豐富 對 他要嘗試不一樣的東西 去了解不一樣的東西 那這個 肯定對你未來是有幫助的 對 所以 我覺得我還不夠啊 對 所以我覺得這種東西就是 慢慢來 不要急 對 好 好